大家好,欢迎来到速读艺术的频道,我是Yellow 这一期要来跟你介绍影像阅读方法的一个序论 我们之前已经有跟大家分享了许多这个一幕一行,一幕多行的各种的技巧 有些我们是透过在速读实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 那有些我是专门做了一起的影片来跟你详细介绍一个速读的技巧 有些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来跟你介绍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跟你讲影像阅读法这个内容 影像阅读的技巧呢,我们把它分为初阶跟进阶的内容 初阶呢,就是从一幕多行慢慢进阶到一幕半夜或一幕一夜的这样的一个技巧 所以呢,这里面又分为,影像阅读又分为有意识的读跟无意识的读 那么要讲解这两个概念让你清楚之前呢 我必须要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人的眼睛它有所谓的左右边的视觉 跟上下的视觉以及众生的视觉 这些视觉的内容的范围曾经有相关的科学的验证指出了速读不可靠的一个说法 他们认为我们眼睛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周边的视觉 其实大部分来讲都是模糊的 有一派的人的看法的认定是认为速读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技巧 那么,速读存不存在并不影响我们来跟你分享学习速读的这一个技能的过程 所以我要继续来跟你讲的是,关于这个影像读 你必须要先有一个了解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会考这个机车驾照或者是汽车的驾照 你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阶段去思考骑机车的动作的时候 叫做你没有意识也没有技能 当你到了第二个阶段 你有意识没有技能 就是我想去考驾照 当你开始学会考驾照 并且通过了考试的时候 这时候你会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 你有意识也有技能 到了最后 我们所谓的人车合一 我们可以很自然的在开车 并且呢 我们又可以很自在的跟 副驾驶座的其他的人能够有一个聊天 于是人车一体的概念形成 这个时候是你有技能而且是无意识的学会 我用这样的一个类比的概念是要来跟你解释 当我们在学习影像阅读在学习速读的任何技巧的时候 你都是从一个 我没有听过速读 我也不会速读 到进阶 我听过速读 但我仍然还不会速读 再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是 我知道速读 我也充分的在学习 并且在熟悉这个技能 到最后 你看到书本的时候 你能够无意识的跟书本结为一体 你将这个速读的能力内化在你的身上 这个就是你学习速读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你能如何跟书本合一 让你能够在众多的速读技巧当中 再透过不同的书籍 你知道怎么样来活化你的各种的技巧 并且将它混用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这个就是影像阅读的一个部分 所以或许你有看到一个内容 就是去年 大概在108年9月10月的时候 在这个中国大陆呢 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 叫做量子速读 量子速读 结果它是用很快的翻书的方法 然后好像在三封 然后闭着眼睛也可以读出来 那当然这个是非常的荒谬的 它已经严重的误解了速读的本质 那我们在后续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会来再跟你解释 这个量子速读 它所讲的这些速读的内容 跟我们的速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 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一项 阅读的这个一个入门的一个概念 我是Yellow 我们下期见 拜拜